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到嵌入式C元高级部分的第三个内容 C元内存空间的使用 那么在本节内容中我们将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C元对于内存空间的指向以及内存空间使用上的一些技巧 那么在我们的上节课中呢 我们其实只是来明白了C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关键字和运算符 但是我们C元的核心也就是说它操作内存资源的方式方法 我们并没有介绍 那么在本节我们将重点围绕C元访问内存空间的方式 以及访问空间所需要使用的一些技巧进行展开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首先先提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说过C元实际上它的操作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CPU然后呢通过CPU的数据总线或地质总线 找到我们内存资源内存类型啊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简单认为 就是说我们的C元操作的最终对象其实就是内存 但这个内存呢可能分为我们普通看到的内存条的资源 同时可能还有显卡资源 还有iPhone C资源啊等等 我们都可以认为都是这样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最终要被CPU用到 那么我们怎么用 那么一般情况就是考虑 第一个我里面是什么 里面存的东西有没有它的意义 我可以读它 我当然也可以设置它 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关心的里面的内容 但是我们在折到里面内容之前 那这是我们的使用啊 具体使用 那使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新的概念 叫什么叫寻找 也就是说我至少要先怎么的 先找到它啊 先寻找到它 也就是找到它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硬件中看到一个单词叫寻指啊 寻指 那么通过寻找它的什么呢 它的门牌号 也就是它的地址 然后呢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资源 找到这样的资源才能谈第二步 怎么去用这里面的数据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叫地址的概念啊 地址的概念 那么这个地址呢 在我们C语言中呢 我们并没有把它直接 直接启名叫儿的罪死啊 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说 有个叫儿的罪死的一个什么 一个关键字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类型啊 而它用的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叫做print print 就有点像什么 指 就有点像我们定义这个箭头的感觉啊 就是说 我们想办法能找到 通过这个箭头去指 指到这儿 还是这儿 还是这儿啊 它利用这样一个单词去描述我们地址的一种概念啊 所以说在C语言中呢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访问 内存空间啊 记住是访问内存空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核心的啊 关键词 就叫指针啊 比如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到它 那么找到它呢 其实就是用指针去指向它啊 所以这是他们在定义的时候 觉得用指针可能更好理解啊 但是我们从个人觉得呢 你把指针呢 干脆就想成什么 这个地址的一个什么代名词 只是指针呢 是指到这个地址 那么它指到谁 最终的对象还是一个地址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指针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内存资源的什么地址 或者说是内存资源的门牌号 或者它的标识的一个什么代名词啊 所以这个地址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指的是我们内存资源啊 内存内存类型的资源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提到过 我们的C语言啊 一般情况下 它所操作的都是内存类型的资源啊 那么只是我们平时说话啊 说的比较顺口 就是内存内存啊 但实际上这个不仅仅包含我们的 大家买的内存条的这个资源啊 可能还包括显卡啊 包括iPhone C啊 USB等等这样一些设备 那么这些资源 包括我们上回给大家举的例子的看门狗啊 那么我们都可以认为要内存类型 那么这些类型其实都有一个概念 都需要一个什么 都需要一个资源的地址啊 那么这个资源的地址 我们的存储在哪呢 那么我们就利用一个叫什么 也说指针 指针分为一个叫指针 一个呢 这个指针指的概念啊 最重要用一定要有一个叫什么 指针变量的概念啊 什么叫指针变量 我们大家知道变量 其实就是在内存中啊 圈一块地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上去存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叫变量 因为它可以变 对吧 或者是它在内存中确确实实实在在存在的 那么指针什么呢 指针我们说其实就是我们地址的代名词 而指针变量是什么呢 我们说就是存放 我们只存放什么 指针这个什么概念 或者说这个数啊 这个概念的什么 的盒子啊 那么这就是指针变量 那么你看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说intA 那么我们说A叫做int类型 整形类型的变量 那么A就是描述什么 A就相当于我们定义了一个什么 定义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呢 它的大小 我们说一直在强调啊 看到这个圈D 你就要想到圈的大小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int大小 那当然int大小呢 是最麻烦的事情 因为不同的编辑会有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默认情况就是32 比较偏多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的intA的感觉 那么指针变量 我怎么定义呢 如果还用这个方法去定义 或者说C元的一个关键字去定义呢 就显得好像跟这个地址的感觉不太一样 地址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C元编辑器呢 它又给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符号 就是新 新这个符号 这个新啊 我们也在强调啊 它也是一个多义字符 比如说原来我们说过 你新2 新3 新4 后面跟数字 我们说这叫乘法 对不对 那么一旦新后面跟的是一个合法的标识符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A 当然A呢 我们换一个叫P 一般来说我们用地址变量在定义名称的时候呢 都喜欢以P作为开头 当然你可以是P斜线 下面再跟其他东西都可以 但我们先缩写一下P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指针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现在就要提第一个概念 那么既然指针变量是存放指针 那指针在我们C元编辑器中 他要想把这个东西当成地址的话 我们怎么来考虑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他就一定要小心了 C C元编辑器 C元编辑器 对指针这样一个特殊的 指针这个什么特殊的空间 或者特殊的概念 他呢 我们说他实际上是要有什么 有两个疑问的 有两个疑问 什么两个疑问呢 首先第一个疑问 那你也就说 我现在要分配一个什么呢 一个盒子 那这个也就是说分配一个空间 对不对 一个盒子给他 那么这个盒子要多大呢 要多大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盒子里存的东西 因为是指针 所以其实就是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 盒子里 盒子里的 盒子里存放的地址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后面一个事情 就是说指向 你看为什么叫指针 就有指向的概念 说指向内存的什么 读取方法 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 这两个疑问 就是我们在学习指针中 一直要围绕脑海中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 不管是c源编写也好 还是你在看到别人定义指针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断的在脑海中去想 第一个问题 我要开盒子了 这个盒子多大呢 我才能描述一个地址呢 对不对 然后其二 我这个盒子要放 要放 那么这个地址说指向空间 我们是怎么读的呢 好 我们先一个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个问题 这个盒子要多大呢 好 我们看这个图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内存假设是这么大 这么大 然后现在呢 我要想办法用一个盒子 把什么呢 把每一个地址 每一个门牌号 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门牌号 很多很多很多的ID号 要把这个ID号要存进去 那比如说 那我用 比如说这个圆圈 我们用8比特够不够呢 好 那我们说8比特有个问题 这个8比特是不是最多只能表示什么 256种状态 对不对 那这256种状态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我的内存 如果说它的数据量 非常的大 比如说甚至来说 我们说很简很容易 你看我们现在的 现在配胎电脑 当然我们说 也不可能说太少了 比如说我们说 弄一个一个G的内存 还是容易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一个G 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一个G 我们说一个G的什么 大比 对不对 那么我要想去 用一个数字描述一个G里 每一个字节 我怎么描述呢 我就要有一个G的空间 对不对 而一个G多大呢 那这个地方我们顺便来说一下 那么我们说 我们2的n次方 原来让大家去总结过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提一下 比如说2的十次方呢 我们起名叫什么 叫1K 1K 就是我们买了1K的空间 那如果是2的20次方呢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 那么就是什么 一兆 对不对 这个问题不大 那么如果是G的话呢 是不是叫2的30次方 然后呢 我们才能表示一个G的状态 所以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这个30什么意思 或10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我们的盒子的个数 对不对 也就是我有10个这样的盒子 然后每个盒子装高低电瓶 那么能表示1K的状态 那自然而然 如果我们现在要买一个1G的内存条 我是不是至少来要什么 30个这样的盒子 就是存放1和0的这样的盒子 然后去什么 去描述我们的一个G里的每一个字节 每一个字节 它在我们的前面这个门牌号 那么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是0编子 然后012345678 对吧 每一个字节 是不是都应该有个门牌号 对不对 而且这个门牌号呢 可能是个线性 对不对 如果线性循止 刚好30个 对不对 那很显然 我们用8比特去描 去这小圆圈啊 去存30个比特 是不是就不够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问题 那盒子要多大呢 那看来必须要容纳什么 我们能够接收这个地址的什么 最大容量 最大容量 那么当然在我们32位系统中呢 经常我们说32位有两种概念啊 一种就是我们数据 它一次处理 就处理32位啊 第二种处理方法呢 就是说 呃 我们的地址 就是说我们的能够 CPU往外看啊 往外看 能看到最大的资源是什么 是32位的啊 什么32位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2的32次方 就是有32 2的32次方 这样这样多的状态啊 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 自然是多大呢 那这来提一下啊 这来提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G啊 这个很好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 2的30次方是G嘛 2的平方 2的20次方 是不是4 对不对 所以组合你可以算一下 其实就是四个G 四个G 当然我们这个盒子我们不管啊 因为四个G多大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考虑 那看来要多少个盒子啊 是不是要用32比特 看到没有 哎 32比特盒子才能装满这个东西啊 所以这样来看 这个编译器啊 要想存放一个新啊 要想存放一个新类型的变量 那么我们就需要怎么 是不是在32系统中 我们要定义一个什么 32比特 也就是四个字节的这样一个盒子大小啊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那么4元编辑器只要看到这个变量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地址 那么不管3721 它怎么的 在我们还是要写个前提条件啊 在32位啊 系统中啊 那么这个指针多大呢 就什么 就四个字节啊 四个字节 所以这个是呃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当然这个问题不难啊 这个问题不难 就是说 这是我们说指针要存多大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前面 我不管你怎么定义这个心啊 心P 因为我们定义心P 还有一个第二问题没解决啊 就假设我们现在说一下 比如我定义成恰 恰心P啊 甚至来说 可能我们有些什么其他的啊 心P啊 就是反正挺奇怪的啊 那这两个心P 我们说多大呢 就是四个字节 因为它最动目的就是什么 存放地址的 对不对 哎 在32系统中 那当然了 这样如果说我们光这么写 比如写个心P 那是不是就完事呢 我们说这个C元编辑还是认不到啊 就说 因为它对于内存的操作呢 它非常的严格啊 因为这也是C元的一个特点吧 你要这么说 就C元编辑一旦看到我们的变量是一个指针 那么这个时候 它第二个问题又要起来了 就它一定要把证这两个问题 它都能知道C元编辑才能编译啊 所以如果说这两个编 这两个问题它解决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编辑就会报错 或者说它直接干不了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下面我们再看啊 第二个问题 就说既然我们盒子里存放是地址 那这个地址逐内存的方法是什么呢 好 那这儿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画一个图 就说假设说我们这个圆圈里存放就是地址 对不对 那地址我们就要想到 只要看到地址 你不管3721 一定要注意啊 只要看到地址 你就想到这个逻辑图 这个地方说是一个数 其实这个数是不是就是一条 一个小小箭头啊 这个箭头干什么呢 去指向啊 去指指什么呢 因为是门牌号 门牌号那是不是肯定是一个什么 是一块内存 对不对 当然有东西说是不是一块啊 就一个一个字节呢 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内存啊 其实可是可以认为是什么 是连续的 很庞大的 比如说这一个小方格我们称为 一个大币 好吧 那后面还有没有 就底下是不是还有还有同样的 同样的还有第二个 一币啊 一币 反正一此类推嘛 是不是 一此类推 好 这是我们关于地址中的第一个概念啊 你就用你看到星 第一个是这个反应 但这个反应没有完 因为我们说这个指针啊 我一次是读一个字节吗 如果说一次是读一个字节 那其实就跟我们恰很像了啊 那好像跟我们之前定义C元中 定义那些关键式意义不大了 要不然它全定义上恰 就没有必要再定义成int了 对不对 它更多的时候是希望什么 那我们在真正的用这个指针 去指向这段内存的时候 它更多的是希望什么 我不仅要知道这段内存的守地址 同时也要知道 我这段内存 我一次该读多少个字节啊 多少个字节 那么这种方式 也就是我们说 这个内存的读取方法 当然就是有读自然而言写 就我写一个和读一个 我该怎么做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这样来理解 如果说我们光写个新P 我们不知道这个P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只是知道地址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址呢 如果我定义成恰 那么我们就认为 我们这个恰是修饰P的 还是修饰新的 是修饰新的 也就是说 C元编辑 这样看 它不先看到这样 先看P 以P为中心节点 然后看到我们有个星 有个星过后 他就会想了 这时候疑问就出来了 第一个大小好吧 十字节 第二个疑问 这个星怎么去读内存呢 好了 这个时候他就千方百计的 去找什么 星的前面 星的前面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定义 当然这个书 现在是这么说 后面我们还会再 再更加严格的说一下 该怎么去找 这个星怎么读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这样定义P 那这个P是有问题的 P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星前面 加上一个什么 数据类型 当然这个数据类型 非常多 你掐也好 INT也好 START结构题也好 都没有问题 好 那么这样定义过后 就告诉我们P 一次只读什么 只读一个字节 那如果说我们要定义成什么 INT星P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认为这个P 一次只读什么 四个字节 也就是说 看来这个指针 指向什么类型 是比如这个前面 他来修饰 他没有 他前面这个来修饰 但到底是不是前面 这个后话 后话我们再说 现在我们先理解成 他就是前面来修饰 好 那这样的话 一个P就正常的怎么 正常的完成了 它的一个声明的使定义 也就是声明的使命 那这样C元编辑 就可以确定 这两个问题了 你看我这样写过后 是不是C元编辑 对P的两个问题 都能够确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P 它才开始 真正的开始服务了 所以要想完成一个指针的 第一个理解 我们一定要知道 指针就是一个地质 第二个 指针它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属性 也就是你要想定一个变量 它如何普通变量 最大区别就是 指针的变量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其中第二个属性 是最至为关键的 至为关键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内存读取方法 一定要有心理有数 因为不同的内存方法 会有不同的什么 现象和结果 因为我们必须在达 我们必须在招待